欢迎收看由现代保险杂志计划制作的 健康保险大家谈 我是黄秀玲 今天是我们第1342集的播出 我们台湾一共有38万名的受险业务员 这样算起来的话 可能平均每60个人 里面就有一位是从业人员 那就算是我们本身不是从业人员 大概每一个人身边都会有一些亲戚朋友同学 从事业务的工作 再加上现在网络投保也非常的热门 所以我们整个受险业务的工作 其实是充满挑战 而且竞争十分激烈的 但是即使这样子 还是有一些年轻的团队 他们不只表现得非常的好 而且还可以带领自己的团队 攀越高峰 我们今天就邀请到曾经荣获保险希望啊奖 最佳通讯处奖的一个杰出的团队 要来跟我们分享他们怎么样从招募培育 一直到带领新人来打造他们的年轻成功的团队 我们欢迎富邦人寿的高薪通讯处 大家好 我是庄玉峰 我来自富邦人寿高薪通讯处 目前现职为业务总监 那我目前年制是19年7个月 谢谢 谢谢欢迎 大家好 我是郑月秋 我是富邦人寿高薪通讯处 那我目前是业务经理 联资是第22年 谢谢欢迎 大家好 我是高一静 那来自富邦人寿高薪通讯处 目前职集是业务经理 那联资呢是9年7个月 谢谢 谢谢欢迎 大家好 我是高翠霜 也是来自高薪通讯处 那我现在职集呢是业务相礼 联资呢目前是来到6年9个月 谢谢 谢谢欢迎 大家好 我是陈孟茹 目前就职是富邦人寿高薪通讯处 资历的话现在是7年 目前是业务相礼 谢谢欢迎 大家好 我是郑春雨 然后我也是来自于高薪通讯处 目前任职是业务相礼 保险年资是5年 谢谢 谢谢欢迎 好 欢迎大家 是不是请总监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你们整个团队的概况 好 目前其实我陈处到现在 已经陈处12年里面有分出7个通讯处 那除了这7个通讯处也有含我自己的母处 就是我自己本身单位 那目前我们的人数大概接近400人 那当然各种奖项都有拿过 尤其其中一个特别要介绍 就像我们刚刚我们的老师说的 就曾经拿过保险新旺爱奖最佳通讯处 那也曾经荣获公司最佳通讯处的第一名跟第二名 那在2020年时 服务处本身6个人就有一个完成NDRT 这是我觉得在发展上 事业上其实比较重要的一些成绩 谢谢 好 听起来我们邀请贵单位来跟我们分享 是对的 好 因为很多年轻朋友真的很向往从事寿险业 可是又充满了担心 那我想各位你们进入到寿险业来 每一个人的原因或者说机缘都不相同 但我相信每一个年轻人进来的目的都是想要成功 那又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当初进来的时候 不管是什么原因或者什么机缘 我自己进来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我爸爸本身其实在中年时转业 那时候就是生意失败 然后中年转业 然后来到这个产业 那时候也常常看到 爸爸虽然在做业务工作 但是却没有说整天在外面应酬 就是还蛮固定回家吃饭 我就潜移默化之下就觉得说 好像这份工作也是蛮规律的 慢慢的家里的经济也有所改善 然后我也会看到爸爸带着妈妈出国 后来也念相关的科系就决定说 不然就是毕业后可以进来试试看 那我的原因是 我之前是在建设公司当财务经理 那我本来是不想要从事这种业务工作 可是因为是我妈妈的保单 在那时候往前推十年前 我帮妈妈买一份保单 然后妈妈得癌症呢 那一年缴五万块 可是她得癌症的时候 那个一毛钱都没有理赔到 那我就觉得说 保险怎么会是这样 那我要规划我自己的保险 我就想说我要去了解之后 才不会买到像我妈妈那样的保单 那我觉得说 我规划好我自己 我还可以帮别人 那个规划好 所以我就投入这个保险事业 谢谢 那因为其实我是在大学 就投入这份行业了 那其实那时候在大三 大三的那一年 就已经在计划衔接职场 这份就是接下来要做什么工作 那自己本身是因为家里环境的因素 所以已经很确定自己想要走的工作模式 是属于业务工作 对那所以在那一年在找工作的时候 刚好我同时就是有个朋友 他受邀到富邦人寿来做一个工作的面试 那我就主动跟他说 我想要跟他一起去了解看看 那那天在跟业务主管在面谈的过程当中 其实了解保险业之后 我发现这个行业它是可以增加自己的收入之外 还可以帮助到别人 所以这份这个特质是还蛮吸引我的 所以我就主动争取了加入的机会 就这样进来保险业务 对 好谢谢 我是因为就是妹妹的关系 因为意境经理是 妹妹是哪一个 对 对意境经理是我的妹妹 是啊 对 那其实因为我自己不是本科系相关的毕业 那我在就职保险之前 我也有做过两份不同的工作 对那因为尤其是因为我上一份工作就是 我是在马术俱乐部当行政小妹 因为那时候刚毕业没多久 对那其实那时候我在那边上班的时候 就是我接触到蛮多就是比较有资产的客户 对所以我就会思考说 奇怪为什么他们可以就是有时间 然后有钱可以做自己的喜欢的休闲活动 那我想说那如果是我想要 未来想要跟他们一样的话 那我可以选择什么样的产业去做投入这样 对所以想说那如果是这样 因为我们因为刚刚妹妹有说 其实之前家里背景其实不是说很好 对那我想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可能可以跟妹妹一起挑战 业务性质的工作 对所以我就进来就是做保险 做到现在就也默默的六年多 那你做了六年你完成了几分 你原来想要你看到了那些人的生活方式 其实那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最主要还有一个点 是因为会想要带妈妈出国 因为其实妈妈之前没有出国过 对那我想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有机会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那其实那时候进来的时候 就是有完成这个目标 对然后之后也有就是 做我自己喜欢的兴趣 就是额外花时间 去做自己喜欢的兴趣这样子 对还蛮开心有做这个决定 还好你那时候就出去了 要不然这两年都哪里都不能去 对 好下一位 我其实跟我们总监比较像 我是毕业级就业的富邦二代 对那时候其实在找工作的时候 有听到人家说 你要决定要不要进你这个职场 你就去看这个职场上 年资最深的人 去跟他聊聊天 去发现说他的喜好 他的谈吐 他的生活是不是你未来想要的 那如果是的话 那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常待的 那很自然的我就看到妈妈 妈妈的生活 那在小时候我们的整个的教育过程 跟生活这一块其实都是不予匮乏 那我就发现 其实这个工作是可以挑战看看的 对所以因此而进来这个行业 好 陈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当初会加入其实也蛮特别 因为其实我以前读的科系是 张师大的物理 我大部分同学毕业两条出路嘛 一条是当工程师 而且像我现在身边的同学 他们在的科技公司都是很高薪水的 什么台积电 联电 就是出社会工作就百万 但是其实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就决定说 其实工程师不是我想走的路啦 因为他们的工作形态跟那个工时是真的蛮长的 然后压力很大 那其实我希望有更多自己的时间 那时候也有去思考 那其实像我做业务之后很多人也常问 为什么当初不去当老师 其实我对念书比较没兴趣 所以我在读大学的那段期间 我们当老师要前50%的人 修教程才能当 其实我就是那后50% 所以其实我也miss掉当老师这个机会 那我后来就是快渐进毕业的时候有在思考 我到底要做什么 其实我那时候有听到一句话 因为以前很多人说 很多老板是从业务起家的嘛 所以我当初就想说 培养我的能力 然后那时候就在思考业务工作 那其实我跟总监跟孟如也很像 就是我妈妈也是在服务班 那时候妈妈听到我要做业务就很高兴 就想带我来了解 所以我就是从进来单位开始上课开始就 有接触 我觉得不错 然后一路上都有培养到自己能力 所以我就在这边也不知不觉做5年多 这样 对 好 那我们今天的团队 有一位是看到爸爸 两位看到妈妈 一位看到姐姐 一位是看到妈妈的保单 不满意 对不对 好 那各种原因都有可能让一个年轻的朋友 投入这个领域 但是后来他们是怎么样做好的呢 休息一会再回来 钰面 面琼与 让眠守 爆炸 十几十几合 苍赛 欢迎回来 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年轻朋友 进入寿险夜市 想要进来失败的 每一个人都是想要成功 但是进来之后 接下来可能会遇到很多的挫折 或者有很多自己 没有想过的事情 我想请教我们今天比较自身的 总监跟月秀经理 你们的年职都有20年左右 这么长的时间 你们从进来以后 有没有觉得遇到过什么的挫折 或者困难 有的话你们是怎么克服的 没有的话为什么会没有 其实刚进来的时候 我相信每个人做业务 刚开始都是做行销 做个人行销有个好处就是 其实你自己情绪 自己面对你的开心 你的挫折 你自己都可以很轻松的去掌握 可是在慢慢开始发展团队 在团队时 其实对我来说 我自己最挫折是 在团队人开始变多的时候 开始遇到一些没有共识 然后有一点分裂 甚至说发现说 怎么带领团队过程中 大家都会有各自的想法 有人可能会支持你 但有人可能不看好你 甚至有人可能是观望 所以其实那一阵子 心里非常的煎熬 因为毕竟我自己本身也是大学毕业后就进来工作 所以那时候就蛮挫折的 但是倒没有想说离开 后来就是因为既然没有要离开就要想办法 就想办法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后来就是开始就想说 那单位还是要找出一些人来协助我或帮助我 所以那时候也是找单位比较有意愿想做的人 他没有能力没有关系 他没有年质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觉得这是可以慢慢学习跟成长的 所以后来在培养的过程中 不知不觉也培养出一些左右手了 那再来紧接着就是 那如果我们不会做 或说单位的人还在很小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就会找一些重点 因为既然发展组织 我想大家知道最重要就是要把人力给冲出来 所以那时候其实单位初期就花蛮多时间 在把组织的部分给放大 那很多东西都不会 于是那就开始请教 除了看我们的节目之外 也会去请教很多做的好的机油同仁 或是说去请教别的单位 然后慢慢的不知不觉 就学会这个能力 然后就把刚以上所担心的问题给解决了 所以你们今天的节目 也可以帮助未来很多 跟你们有类似的问题的年轻朋友 没错 那我这里是因为我以前没有从事过业务工作 那其实要从事业务工作之前 我就有先去做了一些功课 那我知道说其实从事业务工作 其实一定会有挫折 所以在我的心理上我就知道说 我应该在挫折这一块我应该如何去处理 所以你说没有挫折是不可能的 可是如何处理呢 我是觉得说其实那个可以把量大 然后把挫折降低 我觉得这是解决的方法 那还有就是请教资深的主管 同仁们 对 这是我的方法 是 好 那我们四位比较年轻的主管 其实也都有五年以上的年资了 所以这五年下来 进来说一定是满腔热血嘛 那进来以后难免就会有挫折 那你们有过吗 然后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 或者什么样的人使你们觉得 你更决意要在保险业发展下去 有吗 我觉得应该是在 因为其实新人近来初期 在开始发展业务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会碰到就是一定大家都一定会有很多的挫折 但是你说在每一次遇到面 遇到问题要去克服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在这边就是心态面就是要很重要嘛 所以一定是在面对挫折的时候 要想办法去找出解决的方法 那这过程当中其实在比如说好像面对客户的时候好了 可能在每一次因为你做对一件事情 或是你对客户的一个服务很到位 那他们给你的回馈 就是像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第一个客户 对那第一个客户他其实有跟我说 在一开始他愿意跟我购买的 他不是因为真的是觉得很放心的前提下 可是他是因为看到一个年轻人很努力 所以他会觉得说既然已经有决定要在这个行业发展 希望你可以就是要长长久久的发展下去 我觉得这个也是无形当中会给我们建立很多的信心 跟在面对挫折的时候就会想到客户给我们的勉励 所以我会想要在这边可以一直往下走的一个 对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我觉得我是在带伙伴的时候会比较容易有挫折 其实就像刚刚总监说的这一块 因为其实客户在销售上我们可以很就是学习技术面 这一块就是很简单的那个嘛 那在伙伴因为他你要不是只有技术你要教 那你他的心态跟他的状态工作的状态你也要去照顾到 对所以在辅导的过程中我觉得前期是蛮容易有挫折的 就觉得说会质疑自己说是不是我能力还不够好 我没有办法协助到这个伙伴 可以让他解决问题等等之类的 那甚至可能过程中有伙伴离开的话 我也会自我怀疑说是不是我没办法发展团队 我就是好好做业绩这样子 但其实到后来因为其实我印象很深刻 是我的我团队里面的第一个年轻主管 他其实是19岁就我就陌生开发人是他 对那他20岁的时候就进来做保险 那更奇妙的是他妈妈是在统业 但他选择在富邦这样子 对那其实到那时候刚开始进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知道年轻人在发展上 可能遇到可能高压性的工作的时候会 有时候会比较承受压力的状态没有那么好 对所以在前端的时候就会觉得说 好累喔怎么这么辛苦 可是到后来他现在晋升成主管 那他自己也可以就是我觉得带伙伴这一块 然后业绩也做得不错 那那个感觉你会觉得说 前面的付出跟那个辛苦是很值得 那你就看到因为这样子一个年轻人 然后因为信任你 然后在这个地方发展下去 然后就觉得是可以很鼓励自己 然后觉得知道自己是在做对的事情 我先请教总经理一下 你已经分了那么多处出去了 一定会遇到不少像脆霜这样子 怀疑说我是不是不适合带人 我应该做业务就好 我想一定遇到过非常多这样的年轻人 那你通常怎么样帮助他们 真的找到适合自己的路 应该说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做得好不好 有时候是看一个是看意愿 一个是看能力 那所谓的意愿是指动机 就是他自己本身到底在这个行业的初衷 他有没有想要成功 他想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未来 如果他今天动机厘清楚是真的要了 那当然我们就去了解他的技术够不够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他其实想要 但是有时候想要是一个感觉 你最重要是要化成方法跟行为跟执行他 所以一般年轻人我们就去了解说 OK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发展 那你你的名单从哪里来 那你打算怎么样去约访或去开发 那你打算来的时候你想要跟他聊什么 那你就在聊的过程中 你想要怎么去倾听他的声音 或说你想要问什么问题去确保 他对这个行业是想要来这边 真正认真的把它完成 而不是在这边看看的 所以其实单位会架构一些训练的一个部分 因为我觉得人只要他会了 其实他信心度就会出来了 但是所有的年轻朋友都适合带兵吗 你认为 我认为其实以前我自己进来时 我会觉得每个人来这边就是要发展组织 但是其实我是觉得他是可以尝试的一条路 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一定适合发展组织 但是在我心目中到现在 我是觉得每个人适合发展 好 那我们待会还有一点要讲这个招募嘛 那时候我们再做深入讨论 那木鲁呢 其实我毕业及就业 所以以前其实是没有工作经验的 所以对我来讲挫折这两个词 其实算陌生 对 是陌生的 其实后面是开始感觉到 心情好像会不好 才知道说原来这是挫折 但是其实我都会回想到一件事 在之前在书上有看到 他说就算热情燃烧完还有责任在 对 所以一样我就回想到我第一位客户 那时候一定菜味很重嘛 那他为什么愿意跟我买 我在有一次的饭局里面就问他 我说你不用跟我讲专业 应该不会是专业 对 他说这是信任 但是在离席之前他突然又想到 他说我觉得你会在这个行业做得很久 对 所以其实因为在有钱人的可以看到经验 所以我会知道我会在这个行业做到退休 所以他的这样一席话就会让我在每一次挫折的时候 会去想到说其实是有人看好你 希望你可以一直服务这张保单下去 甚至是服务到他的儿子或是孙子这一块 所以其实在这里我们有很大很大的责任 对 总监你要记得我梦有说他会做到退休 没错 大家都听到 我们都陪他到退休 好 崔宇 我的话 其实我有一个小故事 因为其实像我们自己在带团队 很多伙伴其实在过程中也会跟我们反映 他跑客户遇到什么困难 他挫折什么 其实或许他们会觉得是不是自己 比较衰还是怎么样 但其实不是 我也会跟他分享 其实我早期年轻刚进业务的时候也有想 就是我好不容易台北约到一个客户 谈都谈好 要签约了 就开车 因为我们在高雄嘛 就开着车到台北来 到了台北之后我联络他说他到了 但是他就LINE短短的回我一句 那个保险昨天我妈妈帮我买了 我来台北就为了这一趟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过程挫折其实都有 但是我觉得是可能 我们可能能够发展比较快 是因为我在面对这件事情的心态 看到的点跟可能伙伴他们不一样 他们会陷入那个情绪 但是我反而是觉得 这个没什么 反而不会太可以有这件事情上 而是去想说那我下一个客户 或是我怎么做还可以更好 反而不是会往下陷 对 我觉得这应该是心态上的差别 对啊 好 那一个优秀的从业员 除了心态技术之外 专业之外 当然自己的力量还是有限的 如果要壮大自己的事业 显然要能够有非常多 志同道合的伙伴 才能够一起走下去 但是要怎么样能够做到 让自己有远远不断的伙伴进来 而且要质量兼顾 我们休息会儿再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明多奇妙 每一刻都珍贵 把握每个梦想 就像以前的这种干嘛店 为什么会被这么多的便利商店给打败呢 其实就是势丹利宝 跟打团体战的不同 我想要把寿险事业做大 一定要有很多人一起做 才有办法把自己的事业做大 但是我很好奇 因为你们自己本身都做好了 而且也都有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的原因 但是接下来你们怎么样去 扩大你们的伙伴们 你们通常又透过什么途径 去把你想要招募进来的人的找到 我自己本身 因为其实刚毕业的时候 我最早找的是我的同学 因为毕竟同学跟我一样 可能大家都是当完兵 然后准备找工作 所以我在初期的时候找蛮多缘故的 包括目前下一年之在单位有两个是我 认识加已经二十几年快三十年的同学 非常的久 那再来是说我当我们离开社会 就是毕业后已经离乱时间了 其实就比较多的口碑 因为成绩慢慢出来了嘛 所以我的客户啊我的朋友就开始帮我误设 于是我们就出现了影响力中心会帮我介绍 那当然随机的话像随机啊DS104也都有在做 这主要是我的来源 那其他呢 我的部分啊就是我会利用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亲耳力还不错 所以我会利用一些比如说像随机认识一些优秀的人 然后还有就是目前因为我的客户都因为已经22年了嘛 那客户的第二代 因为我觉得因为大家都有信任感 然后从信任感去谈我觉得会比较容易 谢谢 那我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比较管道比较没有设限 那基本上在刚入行其实也是从身边同学 因为我们其实读的是财经系 所以我会可能刚好 同学有的会选择去可能证券业或什么的 对所以我会去从同学 那到后面也习惯就是做陌生开发 然后到104 所以其实比较常 现在比较常是在平常出去消费的时候 比如说去餐厅用餐 那有看到那种就是服务很 很有服务热忱的年轻人就会想要去多认识他们 所以会从这一块去开发 对 是 其实我跟易静差不多 对我就是各管道都做嘛 因为我们就要求要量嘛 所以就是缘故 然后陌生 那转介绍 那甚至是有104这一块 人才招募都做 那但我比较大部分 我比较喜欢有陌生开发 对因为我觉得它是可以有很多不同年龄层 然后我觉得我可以选择说 他在他自己本身的工作上 他是有热忱 然后我自己也看得顺眼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是未来可能未来的同事 对所以我就是会比较喜欢做陌生开发这一块 对 我主要是像行销跟证员都会比较像 就是从转介绍 对因为有信任感的关系 所以其实介绍来的你有多了一层的认识 那在访谈的过程就是在面试的过程当中 你比较可以去深入的了解这一个未来的伙伴 所以主要都是转介绍 那跟月秀姐比较像的就是一样会有那个客户的二代 对二代他们就是准备要找工作的时候 都会希望说可以跟我聊完之后 看哪一个面相 可以的话那就是参考我们的工作 我的部分呢 其实我第一个跟着我的伙伴也是我的国工同学 所以其实我们认识也十五年有了 那后来其实在发展这条路上 因为我当初为了能力来嘛 那其实在这条路上一直真的确实有培养到能力 所以我其实觉得在这一行啊 我真的能够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其实像现在外面的工作 我普遍薪资真的就是不高 就大概两万八 大学毕业就两万八三万 所以我也是抱持这个心态 因为我来这边能力培养到 然后慢慢的发现我的收入是 外面很多工作可能 同年级没有办法达到的啦 我就会开始去跟身边的朋友聊 可能我觉得他们能力不错的 或是可能他们在工作上不如意 就会跟他们讨论一下说 那你们未来的发展怎么样 所以其实我满多是从缘故啦 其实我们的工作也是 出去交朋友 编朋友之后就会有很多的机会 我们可以分享一些理财的资讯 或者是像我们就是招募的资讯这些 就像你们谈到我要招募新人 这其实也是我的必须做的事情的一部分 那也会有量的要求 所以我不太要找人 而且要很多人 可是我们都知道 如果是一个不恰当的招募行为 找到不恰当的人 对你们大家个人跟对对方 跟对公司的资源都是一种浪费 所以这一题我特别要请教总监 你发展这么多的处处去 你怎么样做到质量坚固 其实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是经过了工作几年后才慢慢的厘清楚 那初期的确都觉得先有人再来求量 的确以前很多前辈都说 常会讲先求有再求好 对对对对没错 对那其实自己在这过程中慢慢的发现说一个人如果要在行业待得够久 往往不是因为人家说服你 例如说来这边有多少的薪水 来这边有多好 这家公司有多棒 一大堆 当然它一定有加分作用 可是发现如果大家都只呈现好的部分给你 那其实你可能遇到挫折的时候 或进来后发现不如你意的时候你就会离开 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发展上我们都有分叫做拉力跟退力 刚刚讲如果我说服你都是比较像就是拉着你进来 拉着你进来 可是如果退力的话就像讲 那你理想的工作是什么 你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 这是第一个部分我觉得如果面谈时植入的东西不一样 那当然结果就不一样 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在单位在做训练的时候 包括说我的指出做训练时 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在起聘前的训练跟态度跟工作的技能的培养很重要 因为发现说如果他前端都没办法好好的配合这个团队的运作跟作息 甚至说在学习上的兴趣不是那么的态度那么的加的话 那其实这些问题不会起聘后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前段就做一个筛选 所以后期变成说进来的人他在态度上行为上还有对这个行业的目标上都非常明确 我相信大部分年轻朋友像易静这样说去听一听 我就主动来的真的应该是很少 所以您刚提到那个拉力跟推力 一开始的时候我想应该都是拉力比较多了 那我比较极端一点把它大分为说 可能有的人进来的时候都是抱着这个姑且一世的心态 那有的人就是姑且一世 那现在对你们来讲那个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可不可以调查一下我们六位进来的时候真的抱持姑且一世的请举手 姑且一世 哇 有这么高的比例 那两位每一举手就是姑且一世是不是 那这个答案非常好 表示不管哪一种心态在这里都有可能成功 所以后面的那个阶段更重要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以两位这个姑且一世的 你们那时候姑且一世想要试的是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先讲嘛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是在那个另外行业 那我就想说我是不是给我自己一年的时间来这里试试看 那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在这里达到我想要的话 我再回到我原来的工作职场 因为我是跟财务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样就还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坦性 对我来讲其实社会新闲人你一投入一个行业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孤注一职的那个心态其实有点难 一开始一定都是才说我试试看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有给自己一个目标啦 就是以制度来说的话我们最快半年可以晋升主管 所以我就是先做一个试验就是我给自己半年的时间 让我自己晋升主管那我知道说我成了之后 我往后就是只需成功不许失败 所以其实在一开始那个小跳板要跳上去的时候 其实很难说很坚定的说我就是要在这个行业成功 对但是其实经历过一个时间的试炼之后 你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 是好那我们大概可以整理成有爸爸可以看的 妈妈可以看的 姐姐可以看的 大概比较倾向不需要经过那个孤且一世的过程 可是不管哪一种心态进入这个行业里面来的时候 必须经过主管或者伙伴们的什么样的启发或者教导 才能够真的在这条路走得成功呢 我们立刻回来 每一刻都珍贵 把握每个梦想 我们今天来宾分享的非常的坦诚 确实很多特别是大学刚毕业的同学 进入保险业因为根本还搞不清楚前面路是怎么样 难免真的就是忐忑不安 然后想我试试看 但是我不知道以各位的待人的经验 一个抱着孤且一世的心态进来的人 跟真的我就是打死不退 我一定要勇往直前的人 主管要怎么样带这两种不同的人 才都一样让他们能够走上成功的路 我觉得应该是先 如果以心态面来说 就我们的观察 比较大多数孤且一世的心态是比较被动的 对就是在他入行的发展过程当中 那孤注一指的人呢 其实他是你不用跟他说 其实他就很清楚知道他要做些什么 所以我觉得在心态上有基本上的落差 那面对这两种可能我觉得在前端 其实不管哪一种人 我们都我觉得比较注重事先沟通 对那沟通上就是可能要 因为我觉得主管在带伙伴的过程中 其实要时时刻刻都要很 我就是用心去了解 那所谓沟通就是 我会把它定义成对评吧 就是跟伙伴要有对评 那你要先知道他现在位置处在哪 那他现在可能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或是他卡关的一个拼颈在什么地方 但是我觉得在可能带领 比如说面对孤且一世的伙伴的时候 我觉得基本的业绩条件 可能要先让他知道说 在这里最基本就是什么 那当然可以的话 试着是给他设定目标 对那看他能不能就是去达到 但是可能在心态面 或是心理素质面 也会比较需要多去注意跟关心 对因为他们的受挫能力 我觉得比起孤注意址的来说会比较 就我们年轻人可能就剥离一点吧 对那可能面对在孤注意址的伙伴来说 其实他们就像刚前面总监有提到 我觉得他们的动机是很强烈的 对那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伙伴 可能就是很适合去给他高目标 跟高奖励 就是去激励他 那也要对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也很重要的是 让他在充斥的过程当中 我就会一直告诉他说 主管就是一直会在后面支持他 对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 可能面对这两种伙伴的方法 是 那我们三位比较之前的来宾 你们都离新人的时间 不是太久嘛 所以应该有印象 对不对 所以你们觉得新人 常常遇到的困难或问题 可能是什么 我觉得是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毕竟是 大家对保险的一些观念 当然比以前好很多 但是就是还是会有一点 听说保险会怎么样怎么样 对那就会怀着 这样忐忑不安的心境来 那可能我们要开始 跑客户开发客户的时候 难免那个心魔 就会比较强一点 就说如果我去找我朋友 很久没联络 那我突然又找他 然后告诉他我在做保险 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就开始很多的想象 对所以可能在一开始前端 新人要在 名单这一块的拜访量 我们主管会比较要求 就是说你一定要确实落实去做 因为其实在新人前三个月 我觉得是养成工作习惯 最重要的时刻 对所以在前端 你们有没有过那种经验 好不容易会约到客户讲 聊了很久很久 到走了那个保险两个字 都还没讲出来 有 或者是好不容易打通了电话了 对方没接 信号 有过吗 还没打电话前就说 不要接不要接 有过那样的过程吗 都有 自己都有 就会觉得很开心说 还好 那你们是怎么度过的 你们第一步是怎么度过 有哪一位可以跟我们分享 之前会做一件事 在打扣的时候是要求 话筒不能放下来 你话筒就是一直拿着 然后你是按着 然后开始按播出去 然后话筒不能放 下一波的时候就是在按着 然后再马上播 就是坚持住你左手不要放下来 你就不会停 那一个小时的时间 你就是看可以播出几通 我们是有这样做过训练 其实不要说业务了 就算是有一些公司里面的同事 要打一通比较困难的电话 主管业务也会讲说 我打了就没人接 对不对 好像就是一个很好的答案 但是我觉得新人是一个阶段 但是进入主管的时候 又好像是另外一次的新人 所以通常新的主管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这是资深的可以回答 还是比较资深的可以回答 新的主管曾发生什么问题 我可以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我先讲我好了 我当初其实一退伍 进来富邦之后 那时候总监就默默的飘过来 跟我讲了一句话 说你明年目标要晋升到业务相礼 那时候其实我们自己是这样 业务员主任相礼 所以他其实是叫我一年 要升两阶上去 其实我也很傻 我就傻傻的就这样定 就说好 那我明年10月前要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其实 我们正常业务员升一阶 到业务主任 就是一个新进主管 但是因为总监把我设了这个目标 所以我其实到主任的时候 我马上紧接着再往下一个阶段 再做努力 所以其实是不会停的 那像我自己在带团队 我现在底下也有两组主管 就是其实有时候会发现 他们如果目标是设 我就是什么时候要达到业务主任 那他的确达到了 但是我们的工作 很需要目标设定 他达到这个目标之后 可能就没动机了 怠惰了 所以可能会变成说 他的绩效 或者是人力发展上的习惯 就不像在追的时候这么好 OK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工作 真的很需要目标设定 那这也是为什么可能 每一个主管如果刚升进来 我觉得需要再跟他们讨论 那你下一阶段的发展 方向在哪 我觉得这比较重要 如果从贵单位的绩效来看 那总监在带我们的所有的伙伴们 还有在各个面向的下的功夫 应该都可以看到比较好的成果 那我想以我们最近这一两年 不管是业务或者人力 其实业务衰退 人力流失 这几乎是普遍的现象 对不对 因为这个COVID-19的关系 但是我看到资料 贵单位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仍旧有超过100个人 是吗 整个体系 整个体系 有超过100个新进的同仁 是吗 好 那新进的同仁进来是一件事情 但是定佐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贵单位这一年来 定佐状况怎么样 其实定佐今年的话 大家一定都有受到影响 但是如果我这个月人才刚起聘 我就刷定佐 这样好像有点有失客观 所以其实我们都有一个 叫13个月的定佐 我们单位目前 大概都普遍维持在55%到60% 也就是说我们新人的起聘 到能够做满13个月 大概10个进来 或有6个做得到 对 我想这个表现当然很特殊 因为我们整个行业 就算是成品的时候 这个定佐率也没那么高 13个月的定佐率平均来讲 也没那么高 那可不可以一点点时间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秘诀 因为我们有非常多 各公司的这个业务主管在收看 分享一下 应该是说其实 我觉得一个人会进来定佐的原因 有几个关键 第一个关键是他的初衷 我相信这个之前很多人都有提过 就是他为什么要进来的动机 我觉得第二点就是训练 我觉得一个单位的训练系统就像是一个机械在自动化的生产 也许我们很难用训练培养出所谓的高阶的高效能的业务员 或高产的业务员 可是一个训练如果做得好 他能够让一个人从纯白纸到出厂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有高达可能八成的专业知识跟行销的一个技能 所以我觉得训练这一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程 因为他要动用的人 知识跟运作 实作是非常多的 第三个就是这个团队的文化 就是环境 因为我觉得环境有很多种 有些人环境进来 如果大家都在做销售 那可能就是一个销售型的一个环境 可是一个人来到一个团队 发现这个团队的纪律跟拆寝 甚至早会的热情是不够的 其实新人进来 无形间就会慢慢的变成很不热情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今天 我觉得我自己认为一个成功的一个秘诀是在于 我们一直让这个环境保持在有人想要向上晋升 有人想要在这边发展事业 然后有人想要在这边成功 这样子如此的一个良善的循环之下 其实相对我们的定做率跟成功率会比较高 不叫而战这个是很多新人脱落的原因 什么都还没有学好就上战场去 所以刚刚总的提到训练这两个是非常重要 不能把训练当作是公司资源的浪费 或者说心境同仁的时间上的浪费 更不能把它当作是客户应该要牺牲的权利 好 那我们休息会再来看一下说 能不能打造一个成功的团队呢 究竟那个核心的价值应该是什么 我们立刻回来 每一刻都珍贵 把握每个梦想 变成去追 欢迎回来 我相信很多年轻朋友呢 都曾经被受选从业人员 或者经济演公司增援过 那你听到的那个远大的目标 大概都是你在这里可以多精 你可以光鲜亮丽 可以五指登科 大概都是这样 那当然我们到任何行业去 我们想要成功 想要有好的收入 这不是罪过 这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如果那个是我们唯一的目标 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工作价值的时候 当那个目标没有达成 我们可能很快就会脱落 就会觉得 那我就达不到我想要的目标 所以我想请教我们今天的六位来宾 你们进来富邦人寿之后 用了多少的时间 你们才把你们的业绩的目标给稳定住 然后这两年的表现 又如何 我先回答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就是照前辈讲的 反正就是一日几房 一日三房 一日五房 一日十房 是 所以其实花了大概第一年 就有把行销基础给打好了 因为那时候进来就蛮认同 组织应该要做发展的 所以其实直接设定 不像现在很多人还要一阶一阶设定上去 那时候自己进来就觉得 我来到这行业我应该要当处经理 所以那时候我花了七年的时间 就是成为处经理 然后在去年其实 因为要以身作者 所以去年我自己也有完成 NDIT的一个行销业绩 是 对 好 第一年就完成 没有 其实陆续 只是说到现在的自己也有完成 第一年的话大概 完整的第一年大概也有年薪到百万 是 这两年也都是这样 当然 你一定要说当然 因为你就已经在那个地方 没错 那在我的部分 我在第二年就达成了百万年薪 那就从那时候到现在都没有下来过 那我觉得在这个行业 开始就是听话照做 然后学习 因为学习是我们专业的基础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已经达到NDIT 对 这也都不是问题 对 然后我们现在团队里面 大概应该会 全部人都会达到NDIT 那你有没有跟总监一样觉得 你应该当处经理 这是目标 那我的部分 其实我是进来一年左右升主管 那我觉得可能这个行业在主 就是上主管之后会相较来说是 收入面跟绩效面都会相对稳定 对 但是因为其实自己过程中间有 因为工作地区调动的关系 所以我是在前面就是组织又重新来过一次 对 所以在重新来过的时候 其实又花一年的时间让自己 回到原本的团队的规模 那中间再花了大概一年隔年 就是升上业务金 所以其实我整个历程是用了五年 就是当业务经理这样子 那我觉得近两年自己的绩效 其实水准都有在一个水平上 对那也有完成NDIT 跟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奖项这样子 有没有认为应该当处经理 有有有有 就是这也是就是下一个阶段的目标 对对对 那其实我的话 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刚进来的时候 我目标蛮明确的 因为我就是觉得我一定要晋升主管 我觉得我觉得说进来这个行业 就是从主管才真正开始 对所以我也是大概花了十个月的时间 然后赶快让自己快速的先晋升 对那在接下来这两年 我自己是因为第一阶段目标有达成嘛 那到第二阶段的时候 会希望自我要求再高一点 所以其实我有把自己设定说 可以去申请公司的训练中心的讲师 对所以其实这两年 我也是有完成这件事情 那也有同时完成就是MDRT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有没有觉得要当处经理 有 现在不能乱讲话 对有 那个我们单位的文化就是要 就是中间有说过 要成为就会分处的一个通讯处 所以我们在座各位都是有朝着 这个目标去前进的 那其实我当初是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晋升主任 对那在第一个完整年度的时候 年薪就有到达百万 那目前是有四次的MDRT 然后跟一次的IBA 对那公司内部的奖项 其实也都是有在达成 都是有在完成的 那目前升上相抵之后 带的团队目前是八位 都是在85年次之后的 那目前也带了一个主管 他是我还没问他就先讲了 所以这个动机可能更强 我的部分其实从我刚刚有提 就是总监默默飘过来讲说 你明年升级五小时 你常常都默默飘来飘来飘来 就是那时候开始走上组织发展 跟想要乘出这条路 其实我这个人目标很明确 就是我讲出来的话 我就一定要达到 对所以我也是一直很努力 朝乘出迈进 那刚刚那个主持人讲的问题就是 花多久稳定业绩 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感受度比较低的 我是偏理性的 其实我觉得理性的人在做业务 会小吃亏啦 因为业务是人跟人相处的工作 所以我大概真正到稳定业绩 我觉得我大概是两年左右 就是虽然我深想理 但我不觉得我的绩效是稳定的 所以我大概两年左右 慢慢的掌握到 我每个月能够在月初 就报完我这个月要做的业绩 所以其实因为行销原本就不是简单的事 对啊 总监林刚刚说你已经分了七个处处去的 是 那你现在已经可以准备再加至少五个 非常谢谢老师 因为刚刚都已经花样了 对不对 没错 都已经公开宣示 录影了 是 所以大家都有看到 但是我想 因为要带领一个团队不容易 特别是优质又高业绩的团队 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 那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 我特别觉得工作价值很重要 那总监林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或者方法 去带领你的团队成为一个这样的团队 我自己的心态就是第一 因为我们是从事保险行业 所以其实保险的信念非常的重要 因为保险不是赚钱的工具 包括发展组织也是 所以我觉得保险的认同是我们团队里面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组成 那我们其实有一个五个核心的价值观 因为我觉得如果核心的价值观能够维持好 其实大部分呢 我们的那个就会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价值观里面有感恩 有荣誉 有高绩效 有分享 还有共好的几个元素 那最终的就是我希望能够在团队里面发展出更多人在这边 无子登科 能够在这边就是层促 好 那预祝各位讲出来的话都可以实现 让总监的团队非常非常大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咱们